大家好我是回民家家西 我现在在还在开封 这个是一个居民区 这个特别备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最近在西安特别火的这个馅饼 大家应该都见过吧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卖馅饼的都是河南朋友 那对了这个就今天来这个地方的目的 馅饼这个东西其实发源于这个玉东 在开封呢 这边有一家这个 也是在市面上第一家卖这个馅饼的 当然他们当地不叫馅饼 做法和咱们本地也有所不同 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跟咱们本地馅饼有渊源 有亲近关系的这个东西 您是第一家卖这个羊肉抗馍的 是的 那一直是在外面摆摊了是吧 一直一开始跟学妹那个东西 然后那边一熊虎咱们盖到整个馅饼 嗯 隔着都有三十多年了 您卖这个卖了三十多年了 嗯 这个是一直开封都有是吧 超开封的都有 这是咱们的甲方棉板一开始 会做都会吃都会干这 哦就是咱是第一家卖的 其实这里边就是都会做 嗯 几乎会面差不多都会做 都会做 这也是做点特色 会面的特色 一开始是羊肉 他们吃木鸡排人会干 腻它像啥那啥呢 反正在牛肉 牛肉大碗会干都吃 对对对 嗯 这个用的是这个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死面的 擀的特别薄 嗯 你看它们都是极顷干的 是吧 没没没想到 像咱们就这鹅 咱那只都没有用这鹅 咱那只就是正规正盅 诶 这个炉子叫啥啊 鹅 鹅是吧 鹅子 鹅子 对 这是正规的三条腿 也有这几个腿的你们看 最早 最早萝卜还有看萌用的是这种鹅子 鹅子 鹅 鹅 开封话要鹅嘛 嗯 三条腿的 对 以前就蜂蜡梅吗 对 以前是梅 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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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给它弄三 弄个 梅渣子 对 然后萝卜还可以有的烧皮菜 现在不是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没有完全熟吗 是吧 这个已经熟了 几乎熟了 现在就可以吃 一会儿能把吃 我一会儿尝一下 我一会儿尝一下 那像这个面的话 你做这个有啥讲究没有 我自己咋干就得咋扇这个面 你过来应该把它弄不动 我让很多把它颠不减 对对对 是不是 软硬要把握好 软硬要把握好 厚了也不好吃 厚了不好吃 都焦 不是多焦了 对对对 也不入味儿 你能不入味儿 拿出这螺蛮 都是干脚的 也不入味儿 就这个水的比例要掌握好一点 对 你西红 那个 楼下的合适 那个面 火炉 看着 这水的 您这个一天能做多少张啊 做一百多张 一百多张 那还不错 生意还不错 嗯 做都干不错了 咱自己晚上还得吃饭 哦 没雇人是吧 没雇人 哦 就我们家四大人 自己人 嗯 一部沙发 这都沾黑了 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六十五 哇 六十五了 嗯 哎呀 这个看不来 看不来 呵呵呵 真的看不来 呀 都是干不上了 叫做妮儿们 她俩 干了 哦 这是你女儿是吧 是女儿 这应该是小女儿 小的 哦 她俩都干了 五十多 我感觉您就五十多 差不多 嗯 在这儿一转 转着面给她 嗯 一会儿跟她炒一会儿能吃吃 唱唱歌吧 看 跟她哪儿小的一样 别别别别 别弄我晚上去你们摊子吃 我刚才吃的太特别多 是啊 是不是吃不动真的 吃了咋咋咋 刚才吃了一个烧麦 吃了一个蒸饺 呃 真的咋吃炒一会儿 唱唱歌 你听我说我还没说完呢 嗯 还吃了一个炸枣糕 你没尝她家豆沙的 呃 没有 她家豆沙的好吃 然后还吃了双麻 双麻火烧 还有这个 豌豆糕 豌豆 豌豆糕 豌豆糕 其实她不得一张做点 哦 那等于说是一个 是两张吗 两张 那两个一张我分 嗯 我知道一张没办法 这一个也一盒都是两张 一斤面就落五个 五个多了 七八张 哦 四个 三层哪儿 三层哪儿 不要 咬紫然 咬紫然 咬紫然要不要紫然 咬紫然要不要紫然 那就吃了 咬紫然都咬紫然 现在炕不炕会进去吗 现在炕一个 你们吃菜不吃 呃 啥菜啊 生菜现在 我不要生菜 我给点葱可以吗 我给点葱一下 咬紫然 咬紫然不是 火的蓝脸还有一种 这个辣椒和这个味稍微重一点 辣椒和味稍微重一点 味稍微重一点 那我先后边还有一会儿磨了 我再给人家穿 行 我不着急 我不着急 好 这个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去 她抗磨的那一家 您这是白天落磨 晚上还要煮汤啊 嗯 哎 辛苦啊 费点煮啊 辛苦 辛苦 起个幸福健康 那正辛苦先 好 哎 这个就你下午那个 饿子吗 是吧 还是那一个 我就看就像了 这个带油的 那个是干的 这个是我的 你们这个配的是啥 是豆酱还是酱豆 不是西瓜酱豆 是西瓜酱豆 是你们自己做的 你们这个豆子发酵不发酵 发酵自己捂的 有生姜 生姜和大料 做点姜 我听说这个以前是用蚂蚁然后捂的 是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它们的不同 和西安的馅饼的不同 看起来是一样的 没有咱们那边切的 从外形上来说切的窄 块大一点 没发现没有 它这个肉是熟肉 咱们那边的话就是用的是这个生的牛肉 然后抹上去 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不过它这边带了一个这个开封的这个特产 西瓜酱豆 这个东西在开封是特别有名的 但是我这次来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 今天机缘巧合在这碰见了 这边竟然有 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 阿姨你这里边有西瓜没有 有西瓜 有西瓜 下里 有点这个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黄豆酱那种味道 也是那种咸咸的 但是吃起来比较比较鲜 这个这个豆子 炸的时候放的有卡 哦 对对对 吃一下 这个和我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 虽然它这个肉是熟肉 它这个现在 全部都改成牛肉了 阿姨这个以前是用羊肉做的是吧 嗯 有的羊肉品质不高 所以它会有那个熊山的味道 所以现在市场上 基本上都改成用牛肉了 这个饼特别筋道 还真的不错 这个和我们西安的这个味道 几乎一样 一样 吃到这个味道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了 我小时候可能几岁的时候 我们那边有一个这个卖馅饼的 也是河南人 可能七八岁吧 你知道我一顿可以吃多少个这个 两个 一顿可以吃八个 一顿吃八个 哈哈哈哈 这个是牛肉丁 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味道比较重 我要味道重 我没还没还没仔细吃它啥味道的 嗯 嗯 它牛肉应该是一个五香味的 吃着咸咸的 它这个姜豆 蘸上去之后 有点这个具牛 具油腻的这个作用 好 也就是 好 我觉得不错 确实不错 如果大家有幸 你来到开封 这个曹家抗膜 你们一定要来试一试 我听说呢 现在这个落的抗膜这个饼 就是在开封市 就自己手工做的 没有几家了 阿姨这边就是其中的一家 这个自己落出来 这个饼吃的就特别筋道 还有这个都是牛肉 好了 这期就到这 咱们下期见 拜拜